好 这一题我就要问凯翔了 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卖到国外去啊 将来我们在国际上怎么竞争呢 讲的好像一副就是 怎样高端是国家的是不是 高端不是吧 我就直接大胆的预言 高端这种垃圾是没有人会买的 是陈时中真的想太多了 是没有下一个国家会去买这种垃圾的 连我们自己买了都打不完了 我们自己都没有人要打了 谁会去买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所以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考量的必要性 那其次呢他讲说这个高端公布疫苗价格 对社会有什么帮助 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刚刚也有一位这个 你们街坊的朋友他讲到了 因为我们想要知道说 我们的官员是不是一群智障啊 是不是一群 是不是一群会用很不合理价格 去印买疫苗的智障啊 又或是其中 有没有一些贪腐的猫腻 也许没有直接证据 但是我们会从中去爬出一些线索啊 其实我都觉得那个价钱 一定会非常的令人吃惊啊 也可能会高得非常多 姑且不论说像是有这个 有其他的我们媒体前辈爆料说 是不是在A钱的 就算不是那样子 你回想去 回想过去 过去两年间 这个疫情爆发的 这样子的一个一些时间轴 我们每一次都是在那个火烧 眉毛的时候才开始想要找疫苗啊 都是疫情已经烧起来之后 才发现说我们也没买 说了说了定了什么 说了买了什么都没有到货 然后在那个情况之下 我高度怀疑 我们的疫苗价格一定非常高 可能是去国际市场上面扫现货 你这个不然我加价你先给我吧 或者再不然就是从中找钱客 找钱客调货 所以他的可能价格都绝对不会是那个市价 他当然只好把那个封起来啊 又或者说他要保密的 就保密那个钱客的身份 所以我们当然要知道啊 这对社会怎么没有贡献呢 我们就会搞清楚你们的真面目 你们要嘛就是一群智障 要嘛就是一群贪腐 到极点的一些 一些这个对不对 这个难听的话就不讲了 出发言论大可不必 所以说当然对大家非常重要 一定要公布啊 我说真的我刚刚非常同意洪威姐讲的 我觉得陈时中在小智的这个新闻 逐渐淡下去之后 陈时中果然还是今年选举 最令人讨厌的那个人啊 他刚刚讲的那些 除了除了你们列出来这个 我觉得他昨天讲了一个 让我觉得非常傻眼的 就是 就是针对3加11 到底是不是这个疫情的破口 他跑去万华不是道歉吗 然后又说3加11不是 那你跑去万华 万华不是 3加11不是 那当年疫苗到底从哪对不起 当年这个病毒到底从哪里来的 不要忘记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疫情刚刚芳心慰爱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指挥中心 陈时中本人还兴高采烈的开场记者会说 没错OK了 万华那个 万华那边的那个基因定序 跟诺福特是一样的 啊没有没事没事没事 没有没事啦 不是说什么这个疫情爆发 只找到了 找到传染链了 那怎么没关 你说3加11我负责 然后再说3加11跟那个没关系 那你负个什么辟责 你就在玩文字游戏啊 你就是在跟大家在那边 在那边装校围啊 然后蒋万安批评他说 批评他说监察院说没关系 那其实都是因为你们都是一伙人啊 然后什么 然后陈时中呛他说 不然你后年出来选总统啊 你不高兴你出来选总统啊 他在呛蒋万安 其实是呛每一个台北市民啊 你有什么不高兴 那你出来选啊 你叽叽歪歪什么 你叫什么叫 我真的不能理解 现在这个年代 就刚刚宏慧姐讲说 内政部长要请指挥治安下台 现在是市长候选人 他不用弯下腰要跟你拜票 他呛你说你不高兴你出来选啊 这样子还能选 他还有机会选赢 他还有机会选赢 我真的太不可思议 这真的是一场智力测验 真的是一场台北市民的大型智力测验 你选一个这种人 他现在照说 他应该弯着腰在你面前 他应该把后脑梢亮给你看 跟你鞠躬请你投给他 就他现在已经在你头上撒尿了 你让他当选市长还得了啊 怎么会有这么扯的事 这么扯的人 但是其实我不意外 过去在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他在里面是一个 非常厚的同温层啊 非常厚的同温层 然后呢就是这个记者都跟他 对不对都是要巴着他 不然没有新闻啊 问不到问题啊 所以还能拗个专访啊 什么什么呀 找一些独家 所以他就习惯在指挥中心 那个位置上面 就每天都在那边讲那些五四三的 结果现在出来到选举 原本以为他起码演也要演一下 装也要装一下 他继续讲 继续讲这些五四三的 真的台北市民 就讲了半天我新北市民 台北市民 拜托年底的智力测验 一定要过啊 年底的智力测验 真的让大家看到了 就是这样的嘴脸好吗 我负责 到底负了什么责呢 賴世宝说 难道陈时中是高端的代言人吗 再来哦 黄珊珊也说啊 资料拿出来好吗 认错没那么难 如果说你负责 如果说清清白白的话 拿出来对社会有什么帮助 至少可以证明你的清白啊 好 再来 洪梦凯说 保密期限 厂牌 都是保密的 民进党政府 从上到下都在遮掩 四百多亿 不是你家的私房钱 好 乔欣昨天已经说了 如果能不能卖到国外 卖不出去 干你什么事 但是我们现在人民有知的权利 我们希望可以知道到底高端多少钱 游淑慧甚至算了一下 如果扣掉AZ其他种类的疫苗 每季的均价是1000元 陈时中不要再騙笑威了 可能还不是王碧胜说的765元 这个平均单价 因为王碧胜给那个价钱根本是很荒唐 他就把所有厂牌的全部加起来 然后再除一下 那AZ我们知道国际均价就是100多块钱 那你就知道其他的价钱是有多惊人的 然后呢 你知道他们离谱在什么地方 就跟陈时中现在突然之间又翻脸说 诺富特的基因定序跟万华基因定序是不一样 跟他当初讲的完全不一样 他当初是说一样的 现在告诉我们说那个基因继续 最后就证实是不一样 又叫证回归了 你不知道吗 他这两天讲的 太可怕了 那王碧胜那天怎么帮陈时中护航你知道吗 他说其实那个每个合约都是要保密 所以这个部长不知道价钱是很正常的 陈时中不知道价钱 请问一下不知道价钱的合约 部长可以签哦 所以陈时中在告诉我们 当初那个合约连对他都是保密 他只是在下面负责签名的那个人 听不下去 你陈时中都不害怕 那下面签人是把陈时中卖生气把你卖 你都不怕这一点啊 有人要买吗 搞不好就有人要啊 搞不好民进党很多人要买啊 817搞不好一堆人抢着回家供着了 对不对谁晓得 因为连高端他都认为有人要买 不是吗 我想高端不可能会有人要买 那谁要买啊真的 连年轻人都知道 刚刚那个年轻人 其实基本上我肯定他是反串的 你看他其实比他所有的 他旁边这些朋友都熟悉 哪一些国家要给高端认证哦 那他提到个印尼印尼为什么要给 因为印尼在台湾一大堆老公 他如果不同意高端可以入境的话 这些人都回不了家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没办法 他是因为这样没办法 高端总共才打那么可怜的一点点 连台湾人自己都不打 你觉得外国哪个250要打 巴拉圭 巴拉圭他们说巴拉圭给他通过三棋哦 再来讲巴拉圭是我们的友邦对不对 以中华民国我们的料性的话 友邦就算不买我们都会送他对不对 结果我们连送都没送出去一记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 表示你送人家都不要 哇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这太明显了 陈思忠还在担心的 所以有一天卖到国外去的话 万一那个高端价钱曝光 未来生意很难谈 完全不会你知道吗 因为你买高端价钱 一定高到吓死人 那高到吓死人之后 比如说我随便讲 假设高端是之前曝露了881 一记 然后现在你卖人家一记一百 假设真的有哪个250要买的话 他爽死了 用原来1%的价钱买 还会不爽 他生意会更好谈 可是问题是 任何人都知道 高端已经根本不可能卖出去 为什么 第一个没有国际认证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国际就算要买疫苗 也是买吃世代疫苗 谁要买那个过期的东西啊 根本就没有办法应付现在病毒的东西 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要买 我跟你讲 连通过国际认证的 最近我们台湾正在打 Novavax 最近都卖不出去 所以国际他的股价一直在掉 嗯 年Novavax都是这样 你觉得高端会有人要买 你见鬼了吧 所以我真的觉得 陈时中他把过去哦 他在房地主委中心已经讲干话讲习惯了 反正他再怎么胡说八道 也没人敢当场呛他 所以他就开始乱讲 然后乱讲习惯之后 他现在就保持这种精神 持续在台北市场选举 也可以乱讲 太好了 拜托阿中继续保持下去 这样保持到年底 胜利一定属于你 海黄鲍鱼干贝XO帐 他是长时间的细活去熬煮他 把所有的鲜味呢 供演到一炉进去 层面的蛋白质啊 他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推荐给大家记得要输入 CTI567 CTI我辣7